我请教翁达瑞老师 老师你在线上 对不对 老师你听到我声音吗 老师我想请教 我的声音你能听到吗 有非常清楚 老师我想请教 你觉得这个状况严不严重 在行使公权力里头 你怎么看 所谓的公私分明 跟该不该避险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 发生这样一个地方首长的话 这是稀从平常的事情吗 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吗 来 欧老师怎么看 在美国就是从政 他们有一个讲法 叫公共服务 就是从政的人 这一件工作叫公共服务 可是在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 也可能追求私利 那这当中是一个某种程度的混合 没有人百分之百 是在做公共服务 也没有政治人物百分之百 在追求私利 是某种程度的混合 那我想就高宏安来讲 他大概是九成在追求私利 只有百分之十 在做公共服务 如果要把他做这样的组合 大概是这样子 那在国外就是说 政治人物接受利益 这个是有很大的规范 那我现在先来讲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政治人物 有追求私利的机会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政治人物他拿到权力之后 他的决策 有所谓的财富移转的效果 把一批人的财富 转移到另外一批人的财富 而在这个当中 获利的人会想办法 去收买这个政治人物 而政治人物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以有私利在里面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的 我刚才听了 大家节目里面的讨论 我们当然就说高宏安的行为 他这个男朋友的行为当中 有很大的争议在 我现在要跟大家谈的 就是说比较属于 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政治人物 这么容易腐败 为什么整个社会上 有这么多人 想要去收买政治权利 这当中有两个 结构性的问题 我刚才谈到 所谓的财富重分配 那在财富重分配的时候 政治人物他会玩一个教说 叫做说让大多数的人受害 但金额很小 然后让少部分的人受益 但是金额很大 比如说以柯文哲改变 零损的监督规则 让建商可以求援兼裁判 那这个就是让台北市 所有的市民权益受损 但是就非了建商 那市民受损 假设说台北市有200万的市民 因为这个决策平均下来 每个人损害是100块 那这100块200万加起来 这个建商就可以获利2000万 所以说这个可以大量获利的建商 就从2000万里头拿一部分 去收买政治人物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公共政策通常是这样子 受害的是多数人 受害的金额很小 受益的是少数人 受益的金额很高 所以说在给政治现金的时候 这些市民不会说因为 小金额的受害去收买政治人物 但建商会因为大金额的利益 去收买政治人物 这是第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第二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 获利的人是天天在获利 受损的人是偶尔在受损 以我们来讲这个大指这个案来讲就好了 这次受害的就是大指附近的人 那其他的台北市民不痛不痒 因为不在他那边 可是哪天这个建案到你的社区去的时候 换成你受害 可是这个时候其他的台北市民又没有感觉 所以说同一个建商 他每天在做建案 他每天可以从这个政策获利 可是台北市民偶尔受害 所以说天天获益的人 他会去收买政府 偶尔受害的市民 他事不关己 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其实要谈到这个解决 台湾的这些政治的这些贪污腐败 我们必须把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先给找出来 我们才有办法来对症下药 那在美国对这个政治人物 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接下来讲的就是说 美国的司法部 对政治人物接受 这个馈赠的规定有说严格 美国的司法部是规定说 政治人物接受礼物金额 不得超过20块美金 600块台币 然后同一个对象 重复收他的礼物 一年之内累积的金额 不得超过50块钱的美金 他们是这么严格 然后当你超过的时候会怎么办 他直接可以用起诉 贪污来起诉你 有些刑起一判下来 就是5年6年这么重的一个刑起 除了直接收受礼物之外 他有一些会馈赠 或者是利益输送的手法 来收买政治人物 比如说我是大企业 你来给我做一个对我有利的决策 我里面那个高阶主管的位置就留给你的小孩 这个也必须要申报 同时也会有追踪的机制 甚至有时候就说 OK我就给你今年的职业篮球的冠亚军的比赛 我就送你一张球票 这个也是在禁止的行列之内 而且这个球票不是用你买的价钱 来看这个馈赠的价值 而是用这个球票的市场价值 来评估这个馈赠 但就怎么讲 高宏安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是从小长大 都是以追求私利为人生目标的一个年轻人 年纪轻轻其实是很可惜的 他这个公司分不清楚 这很严重 我在美国大学当教授 我有过台湾的学生 台湾的学生在我的指导之下 当然毕业与否的命运 我可以做很大的决定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人情味 这个学生的父母会说 老师你回来了 我请你吃个饭等等之类 这些我一概推迟 我也有说回来的时候 有学生的家长说 老师我们家刚好有一部车 闲着没有人开 那你回来的时候 反正你需要车子 我这个车子就开过去 我一概拒绝 因为这是公司分明 他今天这部车要提供给我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女儿 他的儿子在我的指导之下 自己要有这种公司分明的分级 至于李中庭去介入市政府的决策 这更离谱了 我是大学教授 我可以让我的太太去改学生的考卷吗 当然是不可以 这样的权力是没有办法做私底下的移转 我再讲一遍 让高宏安演完整套的戏 就让高宏安演完整套的戏 然后让这一套戏变成台湾的政治人物腐败的一个教材 我想从这个负面教材的角度来讲 高宏安被台湾的政治清零贪污腐败的排除 会有一定的贡献 是 包括他的危机处理 那王老师怎么看呢 事情发生了 他现在危机处理就这样子 对 他危机处理基本上是狡辩 这个大概也是跟他从小长大的过程有关系 狡辩 而且他狡辩的技巧很好 而且狡辩就常常成功 事实上你看他从到在立法院一直到现在 他的争议有多少 我们就来讲论文的事情 论文的事情 我是在讲他论文抄袭 他面对记者他怎么讲 我的学位都是真的 这叫狡辩 狡辩就是说 我今天没有在指引你的学位 你的学位是真的 但是你取的这个学位的论文是抄袭的 我是在说你论文抄袭 他不讲论文抄袭 他说我的学位都是真的 然后立法院的助理费的抄报 自愿回收 自愿回捐 这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贪腐 而人家在问他这个贪腐 诈领助理费的问题 他说我的助理都有加班 我的助理都很辛苦的工作 没有人在质疑你的助理是不是有努力工作 人家是在讲你诈领助理费 豪宰的事情也是一样 人家在质疑你接受建商的供养 去居住 用很低廉的租金 甚至没有租金就去住这个豪宰 高黄安他怎么讲 我有隐私 我有男朋友 他整个在转移焦点 我再把他samurai一次 任人抄袭 他说我的学位是真的 给诈领助理费 他说我的助理都有加班 很认真工作 接受建商的供养 他说我跟男朋友这个是私事 那他这样的一个狡辩 为什么会一再得逞 对不起 小婷我这边要讲一下 我们国内的媒体要检讨 国内的媒体 对于政治人物狡辩 跟揭穿政治人物狡辩的努力 还要再增加一点 好 谢谢翁老师 谢谢翁老师 帮我们做这个解析